前立委黄一交 17日坠楼后抢救不治 享受69岁 当年 她与媒体人周玉寇 社交名媛何丽玲三角链轰动全台 如今随着旧爱离世 何丽玲成为谷歌热搜关键词 以60岁的她出席综艺大姐大 白彬彬的晚宴最近尽照曝光 只见照片中的她留着长发 身穿黑色套装 脸蛋保养得宜 丝毫看不出来已经60岁 何丽玲出生于台中普通家庭 毕业于高雄树德技术学院 目前身家起码有50亿新台币 她一生受祖母影响甚深 从小祖母就告诉她 女人读书成绩差一点没关系 但一定要会理财 何丽玲八岁时 祖母就开始教她如何记账 小学五年级就知道互助会的窍门 接着22岁投资小蜜蜂店玩 赚进人生第一个100万 然后投入股市 从指数900点做起 跟着又相中房地产 做起法拍无生意 现在涉足减肥诊所 医疗美容与邮购市场 同时还在杭州、上海等地 独创两岸咖啡连锁店事业 何丽玲如今的财富和事业 除了她特有的投资眼光之外 懂得经营人脉 更是何丽玲成功的一大因素 她纵横股市法拍屋 也曾经热情投入基层选战 做生意的魄力不让虚美 但另一方面 她又有着女性的气质 与其说何丽玲美丽会赚钱 还不如说 她是剔透人性的人脉高手 身边的人也都说 只要朋友对她好 她一定会拥全相报 不可能靠自己一个人就能成功 一定是周遭的人帮你 才能成就大事 何丽玲最在乎承诺和时间 只要答应 我一定会做到 因此朋友有事一定力挺 刚接受春天酒店时 何丽玲展现独到人脉学 里长张宇文说 过去温泉业者 都只是礼貌性的外汇 当邻里有事情需要请托时 业者就表现出了心不甘情不愿 但何丽玲毫不敷衍她 主动接触认识所有的邻里长 她以同理心 面对邻里长了 表示很能理解温泉业带给地方交通 垃圾等等的负担 还主动提供春天酒店 往来于捷运站的接驳车 让当地里民免费乘坐 除了精彩的事业经历 她的情感生活同样备受瞩目 何丽玲身为一名美丽的名女人 除了事业之外 感情生活也备受外界关注 翻开何丽玲的情史 两段婚姻记录都是离婚 之后美丽多金的何丽玲 又和黄一娇谈了场轰轰烈烈的恋情 只是最后还是分手收场 神秘又丰富的感情事件 令人好奇 从玩股票 买卖法拍屋致富 到投资减肥诊所 号称月入千万美丽多金 总是打扮得像个洋娃娃的何丽玲 一直在等待有缘人 称 我也期望我有一个温馨的家 有一个好先生 然后有个很美好的感情生活 如果有这样的缘分来的话 我想我会结婚 曾经有过两段婚姻记录 却都是离婚收场 和枕边人分道扬镳 但何丽玲不放弃寻找人生伴侣 而那段和立伟黄一娇 五年多相知相守的恋情 爱得轰轰烈烈 政坛帅哥和贵妇名媛排脱 两个人不管是拥抱还是亲吻 走到哪儿都是浓情蜜意 但却在此时 发生了震惊全台的宝宝事件 当年黄一娇是已婚 却哄爱情 与周玉寇热恋交往 1998年 周玉寇在广播节目上披露 黄一娇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却要求怀了孕的她去堕胎 手术当天也没有陪周玉寇进去医院 而是把车子停在门口 术后周玉寇拖着虚弱的身体 自己开车回家 因此忍不住大声痛哭此事件 让黄一娇遭到降职处分 1998年 劈腿名媛何丽玲 周玉寇发现后与何丽玲联手 她先是躲进何家的衣柜中 偷听两人 何丽玲问 你和周玉寇到底什么关系 黄一娇回 那个傻屁狗啊 周玉寇立即冲出衣柜 展开激烈的口角争执 只不过 这三角关系是以周玉寇退出而收场 没想到黄一娇被揭穿后 虽然婚姻因此破裂 却反而变成 她与何丽玲以情侣姿态公开现身 甚至在鼓励下选上立委 不过黄一娇与何丽玲的感情 却也因第三者介入破裂 最后两人感情转淡 无疾而终 两人从恋人变朋友 何丽玲和黄一娇的人生少了交集 后来 何丽玲与黑道大哥四海帮副帮主 张剑英当街拥吻 且登出一系列照片 黄一娇被媒体采访时尴尬地说 她和何丽玲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 不过如果何丽玲有新恋情 她会尊重也祝福她 何丽玲的人生舞台 爱情已经到了在金场的时候了吗 美丽聪明多金的她 是不是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人 何丽玲这回很神秘 如今何丽玲生活事业都很顺利 她每日清晨六点半起床 上跑步机一边看新闻 一边快走四十分钟 接着喝上一千到一千五百cc的新鲜果汁 或精力汤 然后迎接新的一天 她每天也一定会给自己两三小时的独处时间 不论是看书看电影 这是她重要的预压方法 何丽玲看书类型多半以财经股票医学为主 因为全球财经顺息万变 何丽玲的投资嗅觉 与女人的敏感不相上下 股市至今津津乐道的 是何丽玲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十分精准 她曾经两次准确地预测了股市底部 热水三千只取一瓢银 是何丽玲投资股市的原则 不管是经营事业还是投资 何丽玲总是坚持有多少钱做多少事 不融资不贷款 甚至避免使用支票 尽量以现金做生意 何丽玲强调自己个性保守又怕麻烦 看来看去还是现金最简单 因此不过分扩充信用 即随时可以变现 何丽玲做股票 做房地产 也有小投资生意 例如美容减重事业 但她少为人知道是她的咖啡事业 她在中国做咖啡店已经有两年半了 只是当初成为投资姐妹陶金小姐的上岛咖啡 后来为了自创品牌 才有了两岸咖啡 曾经有许多台商和大陆商人 争取加盟两岸咖啡 但何丽玲表示希望直营 就算是开放加盟 母公司也要控股60% 品质才能有保障 我对这个品牌很珍惜 因为是台湾人自创的 无论是在台湾做股票 房地产美容 或是到大陆投资餐饮事业 何丽玲总是出手不凡 她以3亿元人民币的大手笔进军大陆餐饮业 携雷霆万钧之势 占尽天时地利人和 成为台商投资大陆一个新的阶段性标志 她处事向来有条不紊 胸心细腻 思路清晰 好像脑子里装有奔腾处理器 可以同时开几个Windows 快速运作大量资讯 何丽玲在短短的六七年间窜起 积累大量财富 台湾资深艺人白冰冰有感而发 没想到在冰冰姐眼中的何小妹妹 一下子变成了总经理和董事长 现在又变成了何总裁 俗话说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除了天赋 当然还要有比常人更努力 她表示要做多元化社会 现代事业女性真的很难 每天都会给自己两到三小时 看书报杂志 吸收新的资讯 新的文化 财经 社会医疗方面的新知识都阅读 更随身带电脑上网 台湾的事业则用电话遥控 何丽玲认为 少睡两个钟头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用这些时间打扮自己也好 读书也好 整理家具也好 时间的管控对现代人非常重要 时间调配好就能游刃自如 现在逐渐有人拿她与王永庆相提并论 说她是女性经营之神 两岸咖啡盛大的开幕场面 当天两岸三地媒体无一漏视新闻 最后 也希望何丽玲不要卷入此次风波之中 继续安心做生意 无论 至此 无论 这些小物流 但她是不一样的 记性 对 我继续安心做生意